在什么情况下你的血液会变成绿色呢 实际上任何情况下它都有点绿 这张图展示了正常人血液的反射光谱 虽然在可见光的红光波段 它的反射率相当高 但是你看这边 另外一个反射的波峰是绿色 对的 所以血液偶尔也会变绿的 当没有红光可以用来反射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没有红光呢 水面10米以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海水总是呈现出蓝色的缘故了 因为水会将红光吸光光 既然在这里没有了红光 那沾血液就只能反射绿光了 是不是有点怕怕 不过我教你一招 赶紧打开电筒 它又变成红色的了 因为人工光源往往包含了全部的可见光光谱 你相当于是在为海下补充了红光 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个什么现象 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 其实都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固有的颜色 相反 它们的颜色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 一 照射它的光线的颜色 二 它所吸收反射和透射光线的方式 三 接收它所反射出的光线的接收器 比如眼睛 于是可以这么说 你看到的世界只是你自己的世界而已 你看到这种群究竟的小说 im肮 CONCENTC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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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ks 感谢观看